在KTV里上班,遇到客户过分的要求应该怎么办?喝酒喝不下去了怎么办?上班为什么要穿短裙吊带?上班的时候为什么要起个假名字?别人问她叫什么,她一般都说自己叫王娟,偶尔也说自己叫张娟,王娜或者李莉,但是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根本就不叫王娟,她甚至都不姓王,王娟只是她出来打工用的名字,给自己起名 王娟也仅仅是因为这个名字叫的人多,用着不显眼,不会引人注意,听着不像是骗人罢了 很多小姐姐出来打工都会给自己起一个名字,为的就是能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打工文化吧 初中还没毕业,王娟就辍学了,反正待在学校里也学不到什么,早点去打工,早点赚钱 不用待在家里听父母的唠叨,自己赚了钱,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本来要做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但是暑假的时候,表姐回家了一趟 给她说了,大城市各种各样新奇的生活,王娟的心一下子就飞走了,再也无法待在群山环绕的家乡了 王娟是探着给母亲说了一下,说自己不想上学了,想和表姐一起去打工 本来心里还有些忐忑,但是没想到的是,母亲和父亲商量了几句就答应了 而且对自己的态度一下子也好了很多 后来才知道,表姐过年回家给舅舅舅妈买的衣服和金首饰 母亲自打剑了,就一直念念不忘 本来还想着等王娟初中毕业了再去 但是现在,孩子自己提出来了,就顺水推舟答应了 反正初中毕业也得去打工 至于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王娟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 在学校本来也没几个朋友 在班里王娟也一直像个透明人一样 王娟辍学后的第二年 甚至还有,同学不知道班里有个叫王娟的女生辍学了 从村子里坐上面包车,一路开往县城 母亲临走前的牢道仿佛还在耳边 但是对新世界的期盼早就占据了王娟全部的心思 嘴角翘起的微笑 让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 从县城的汽车站乘坐大巴先到省城 然后坐火车一路南下 从离开县城起就是真正的离开家乡了 车轮滚滚前行 整个世界好像迷雾中的巨人 一点一点展露出了本来的面貌 那些他原来没见过,没听说过的地方 一个一个被甩在了身后 奔跑了一日一夜的火车终于到站了 王娟浑然感觉不到累 背着包拖着行李,紧紧地跟着表姐 在急匆匆的人流中穿行 走出火车站,然后换地铁公交 终于赶在晚饭之前,到了表姐租住的房子 房子里只有一个双人床 几个简单的柜子和电风扇 此外便一无所有 放下行李,表姐便带着王娟出门去小巷子里吃饭 巷子里面人头攒动 巷子两边各种各样的美食让王娟看得眼花缭乱 大多数的美食都是王娟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的 如果世界上有天堂,那么这里应该就是天堂 王娟心里暗暗地想,自己一定要把所有美食全部吃一遍 不,要全部吃个够 第二天早上,表姐就把王娟带到自己上班的地方 给店长说了下,是自己的表妹 知道店里缺人,所以就带来了 店长看着,也比表姐大不了多少 说了底薪和提成 排班让王娟和表姐一个班 慢慢熟悉学习 新人自然要多学多问多干活 店里的衣服,王娟一遍一遍地学着摆放和打包 擦玻璃打扫卫生,也都不停地干着 偶尔店里搞活动,还要穿着布偶娃娃的衣服 站在店门口吆喝,新鲜的日子忙碌又快乐 慢慢地,店里的活王娟都熟悉了 这期间,除了第一次刚来的时候 父母打电话问了平安 后来每一次母亲打来电话,都是问工资多少 叮嘱王娟要多攒钱 然后不停地唠叨,家里买化肥要钱 人情分子要钱什么的 正式转正以后,王娟开心了没几天 就发现做销售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王娟每天心里都在不停地想着 今天卖了几件提成能提多少 有时也会问表姐和店里其他老员工 怎么才能把顾客留住,怎么才能开单 有时候有的顾客简单问几句就开单了 遇到这种好事情,王娟一整天都是开心的 晚上做梦都带着微笑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很多顾客试了又是看了又看就是不买 几个月干下来,销售提成还没有底薪拿得多 听店长说公司准备要取消底薪了 只给提成,不过提成要比以前给得多 店里几个销罐都在开心地议论着 按照现在的销量,以后每月的收入至少能多大几千 但是大多数人和王娟一样 听说没有了底薪,心里一下就慌了 表姐说她不打算干了,准备换工作 王娟的脸上一片茫然无措 表姐安慰说,你先待在店里干着 我先去换新工作,如果新工作合适你再来 如果不合适就再说 换了新工作的表姐,每天晚上回来 最早都在凌晨三四点 有时候回来还喝得最汹汹的 有时候王娟早上去上班的时候 表姐才刚回来休息 两个人的时差完全颠倒了 一天换休的时候,表姐那天也没有上班 一直睡到下午两点多才起床 王娟买了中午饭带回去的时候 表姐一个手里拽着一大把钱 一个手上拿着手机计算器在不停地按着 王娟看见数字不停地加着一直到两万多 算完账的表姐满脸的笑容 眼睛都开心地笑弯了 王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钱 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砰砰砰地跳 表姐看到王娟带饭回来 连忙催着让赶快吃饭 吃过饭去银行存钱 从银行回来的路上 表姐带着王娟逛了好几家店 买了一大堆衣服 还给王娟买了几件 回到城中村的时候路过小超市 表姐进去买了一堆零食 好几瓶啤酒 回到租住的房子 把零食摆在床上 啤酒直接开了两瓶 王娟从来没有喝过酒 拿起来只是浅浅地抿了一口 几口啤酒下肚 表姐从包里掏出一盒烟 给自己点上 吐了一口烟圈说道 这个工作好是好 赚的也多 但是每天都免不了喝酒 你要是不能喝酒 就没法干这个工作 表姐一边抽着烟一边说着 每天至少得喝三瓶酒 要不然就真的没法干 今天刚好在家 你试着喝上三瓶 看看撑不撑得住 抽烟你抽不抽都无所谓 不抽烟还能省下买烟的钱 不过上班的时候 都会有别人给烟的 酒一杯接着一杯下肚 王娟觉得自己的灵魂快要飘起来了 胃里翻江倒海一般难受 说不出的难受 但是还在艰难的硬撑着 无数次在心里想着 不能再喝了 不能干这个工作 但是一瞬间 又想起出来都快半年了 母亲都催了好几次要钱 但是自己真的一点钱都没攒下 王娟咬了咬牙 狠心一口气 把最后一瓶酒全喝了下去 转身就去了卫生间 吐得天昏地暗 表姐熟练的拿了卫生纸 倒了漱口水 帮忙收拾了床铺 让王娟睡下休息 第二天醒来十点多了 表姐和王娟一起去店里办了离职 结清了工资 一路上 表姐给王娟说了 新工作上班要注意些什么 要穿什么衣服 要说什么话 公司里面谁不能得罪 表姐一路说 王娟一路用心记着 下午两点多去了新公司 金碧辉煌的 KTV里面音乐声鬼哭狼嚎一般 五颜六色的彩灯晃的人 眼睛都要花了 一路到员工休息区找到经理 办了入职 换了新买的吊带短裙 经理再三强调 要让表姐先带几天 但是时间也不能太长 要尽快适应工作 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能得罪顾客 但是顾客如果发酒疯乱来 自己处理不了 要第一时间给保安和经理说 入职办理完之后 经理又带他们去找培训老师 老师先给王娟化了妆 化完妆后换了衣服 王娟发现自己漂亮极了 不由地照着镜子摆着各种姿势自拍起来 没多久 老师开始给王娟上课 叮嘱王娟说 客户让你喝酒 你就得喝 客户递烟 就算你不会抽 也不能放那 你得拿住 要是有客户特别过分 你也不能生气和客户吵起来 如果是在太过分了 你就从包间里出来 有些客户给你劝酒劝得太厉害 实在喝不下去的话 你也可以出来喊服务员 让服务员把你拉下去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最多的时候 王娟一晚上陪了三拨客户 喝酒喝到不省人事 客户对他动手动脚 是常有的事 而且自己还不敢反抗 只能默默忍受 但是不管受了多少委屈 一个人悄悄躲在卫生间 哭了多少次 毕竟都撑过去了 只要撑过去了 苦难就会变成甜蜜 就会变成红彤彤的钱 就会变成银行卡里的 不断增加的数字 私下里 王娟总是喜欢和表姐 一起畅想攒购钱的生活 表姐说她要开自己的店 或者开个超市 或者开个美容店 反正一定要当老板 当人上人 人总得有希望 有希望 有盼头 就有幸福的未来 眼下生活的苦涩 也会变得不再那么难受 观众